她叫Charlie 我就是希望她以後是一個 很自由的英文 孟耿如產後手露面啦 11號她出席嬰兒品牌活動 身材完全已經受回少女模樣 現場她不只公開了 玉米的仙女英文名 回想起破水那天 她可是超淡定 我沒有慌張 我覺得我 我比我自己意外的冷靜很多 就是可能聽了太多人講 就是會發生的狀況 所以大概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所以那天就是我 好 那我還去跟一間想說 等一下要穿什麼衣服呢 這樣後來想說 根本不需要挑戰什麼衣服 她哥整個過程都有過嗎 我們都沒有 那這樣很冷靜就對了 沒有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偏 比較理性一點點 包括就是手忙腳亂的事情 也沒有不太容易發生 我都很習慣遇到 很慌張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先冷靜下來 下一位要幹嘛 所以就 突然回想起來 覺得好像真的是一滴淚都沒掉 看到你的第一眼感受是什麼 有時候痛到已經說 OK 終於出來了 對 但還是很喜悅啦 因為畢竟辛苦幾個月 然後在肚子裡跟她一起對話 然後終於看到她 然後她的眼睛這樣看著妳的時候 心情上很不一樣 再來一次會不會後悔一下 但就覺得好像熬過去了 可是當下的過程 有在咒罵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太辛苦了 她也透露實在是沒想到自己會變成晒陰狂魔 我以前對小孩比較無感 對 但是現在完全不一樣 連就是別人的小孩我也會關注一下這樣 那天已經說妳到底要曬到什麼時候這樣子 然後她就 我說可是那照片真的很可愛 她忍不住這樣 然後我想說自己有時候也是會忍不住 我也沒資格的太說她 妳有沒有感受到女兒跟妳真寵的感應 沒有 然後現在比較多重心 看她的眼神 已經跟看我的眼神 已經很有落差 看到我的時候已經就是這樣子 看到她就說 啊 爸爸什麼 已經不一樣了 我有警告她了 嚴正的警告她之前說過的話說 那個老婆是第一位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先 先把這一胎穩穩的照顧好 再來下一胎 再試試 再想想